大家好,我是夜市甜點店 我是男男口 從事教學這麼多年以來 我們一直會幫大家搜尋一些厲害的食譜 那我們之前也曾經發現過 一身最高的起司蛋糕 這個甜春號的大師 一個日本人 他又有一個食譜叫做 一身最高的布丁 我們找到一個跟他旗鼓相當的對手 都是星級大師 法國人 上風所皮A 他是誰呢? 他其實也是一個很厲害的星級主廚 而且他在台灣開的第一間海外分店 Colova Pella Vita 只有在台灣 只有在台灣 目前啦 希望Chu哥在這裡可以帶我們去吃一下他的餐廳 好了 那今天我們生一個主辦方 我們就希望 甜春號二大師跟我們上風所P.A.兩個 可以先 呃 嗆聲一下 沒有來現場 哈哈哈哈哈哈 他們兩位有同意嗎? 他們兩位當然沒有同意啊 哈哈哈哈 被迫參賽 對 被迫參賽 因為我是一個主揪人 但他們好像都沒有接到我的訊息 哈哈哈哈 即刻來進行今天的 布丁版九世要退決 好 好好好 好我們第一個參賽者是甜春號二大師 就我 當他的一個 貴在紅仔 我就照他的師父 重新模擬一次 那首先來做他的布丁的 焦糖 好來 然後我們首先把他的砂糖 跟常溫水給他放下去 好那直接開火 那我們煮到他冒煙呢 再來看一下他的狀況 前面都不要攪動 這個我們一般的布丁 其實做法是一模一樣的 欸你們丙級做布丁 你們最後有加熱水嗎? 哦 有 有嗎? 就是常溫水跟砂糖煮到焦 然後最後加熱水 居然跟丙級的做法 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亞洲人愛的焦糖 就是這一位 黃了黃了 冒大鹽我們就要小心他的變化 然後 深虎破色 其實我們就可以停手 像這樣子 煙得很大 關火 然後這個時候把熱水倒進去 要小心 然後會 無數 我現在 身心裡就交給田出浩厄主廚了 我沒有一時的緊張 浩厄主廚是絕對不會 啊啊啊 不可能的 那田出浩厄這個食譜呢 非常有趣 就是他用的這個烤布丁的模具 不是我們那種單純的杯裝模 他居然是用這種 磅蛋糕的模具 所以做出來我們是長條的 來囉 喔你看 哇這個顏色 浩厄主廚已經在哭了 蛤 我是重現他裡面做最好的一格 哎呦哎呦哎呦 水噹噹啦 你應該是重現者裡面最吵的 哈哈哈哈 這我倒是沒有辦法浪險了啦 哎呦 水噹噹 焦糖放涼之後就拿去冷凍 他比較快變硬 我們就可以即刻來做他的布丁葉 哦布丁葉呢也非常簡單 我們先把牛奶跟鮮奶油 等下倒在鍋子裡面 接下來呢 有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浩厄主廚他的食譜上面寫的是 香草精 我只說過 用香草精不一定是壞人 但用香草籽醬一定是好人 那我相信浩厄主廚是好人啦 只是說他的食譜 我們還是忠實呈現 就真的加一點香草精 布丁葉呢這樣就到50度左右就好了 我們就開小火讓他慢慢加熱 這個時候來準備其他的料 除了乾了香草精之外呢 他的食譜裡面是有放Cream Cheese的啦 Cream Cheese的 嘿 這樣 這樣 這樣不是吃起來比較重嗎 那 哇 嘿 接下來居然是你也想不到的 煉乳 好硬喔 好黏喔 浩厄主廚太黏了吧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分式的加入蛋 他的蛋其實用的量 我覺得也其實是蠻多的 牛奶跟鮮奶油加起來大概只有 五百不到 他用了四顆全蛋耶 好 要分次下喔 我再拆啦 我自己我跟他神交一下 等一下 截圈一下 喔大概抓到啦 就是那種 因為起司很多嘛 那蛋白可能稍微解膩 剛剛在表情裡壓敗 壓敗嗎 這個他的食譜上面有畫欣欣 就是你蛋一定要分次下 因為你有Cream Cheese的關係 沒有辦法那麼好融合 所以你一定要分次 你屁喔 走開啦 好 最後一次喔 這樣啦 辣辣的 辣辣的 攪拌完之後呢 重頭戲就來了 把這一鍋加熱的牛奶液 要把它倒下去 要倒下去當然就是 跟我們做布丁一樣嘛 前面就是要快啦 不要讓它變成蛋瓜湯 其實我在做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這個布丁液 會比一般我們的食譜來的 濃稠非常多 很高啦 還是要過篩一下 來喔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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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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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ろしく 好 田柱奧爾的布丁液我們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快呢 一升最高的布丁 竟然在短短三分鐘就完成了 真的會那麼高嗎 爬得那麼快嗎 好 我們就即刻來直接要進烤箱了 把我們的教堂請出來 現在柚子 來喔 8分滿下了喔 OMG 太美了 Segui 不好意思喔 好我們即刻要進烤箱 記得用深水烤盤 注大概一半的水 要隔水加熱的烤法 那我們設定的溫度是 160度烤40分鐘 事情光在加減 Nalako在這邊呢 除了感謝兩位主廚呢 我們也要特別感謝 這一整年照顧我們的 中部電機 他cover了我們所有的大小 是像Nalako在研發 自己的司康跟餅乾 或者是做我們甜點教學 我覺得這個中部電機 真的是它的恆溫持久度 還有它的池溫能力都非常好 好啦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你有一些大量生產的需求 中部電器是你最好的火牌 後宮中最好的姐妹 好 那我們田出號的主廚正在被烘烤 不不不 田出號主廚的布地 正在被烘烤當中 那我們就請我們的 上逢手PK主廚來到的現場 BOMO BOMJU 那從它的焦糖一開始呢 就特別的不一樣 我們就來看看這一道 其實它叫做 鹽之花 焦糖奶油布丁 這聽起來就很高大上 大家小心喔 這個比剛剛那個布丁 我覺得難度是 五顆星啊 首先呢我們把水跟糖呢 一起也是把它加熱 開火 好觀眾朋友啊 它已經也到了深褐色了 先關火 下這個鮮奶油 鮮奶油你真的要小心喔 手要拿遠一點 哇齁 你看 好這個時候呢 我就再度開火 開小火就好了 把它收乾一點 但這個焦糖師傅 我覺得本身也是很棒 它適合淋在各種的乳酪蛋糕 或者是做成抹醬 我覺得光是學會這個 鹽之花鹹焦糖 就已經夠用了 收乾就是它流速變慢 不要像水那樣 好 像這樣子喔 接下來呢我們要 下的是奶油 稍微拌一下 法國人最愛的 鹽之花 我這個時候給它登場 它光是鹽之花 感覺就已經 立壓這個甜醇好有一頭啦 蠻多鹽的 很多鹽 很多鹽 兩顆的鹽之花其實是蠻鹹的 好 然後我們再稍微拌炒一下 我們就得到這個 時尚最好吃的鹽之花焦糖獎 就你隨便烤個司康烤個土 是淋上去 我告訴你 這是高潮的高潮的 你會大喊本酒 不是本酒 是什麼 Bravo Bravo 最近很多關鍵會不會有天 看到這邊會想說很奇怪 Nanako你剛剛用的甜醇號的食譜 就是長條的磅蛋糕膜 為什麼到了上風水皮葉 就會用這個奶油布丁杯了呢 好討厭 就這個嘴臉 為什麼呢 因為這道食譜它的布丁葉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做的 它其實是很水嫩的啊 你用這個磅蛋糕膜 你沒辦法成型啊 我都錯過了 我磅蛋它踩雷了 我昨天被地雷踩的 到時候送它 倒出來 他就是用單杯的 我看他是不是單個單個裝 天醇號的 他是不是可以裝得強調 那你昨天為什麼不用單個單個 你還要用 因為我想說 都同一個讓你覺得 哪一個比較好吃嘛 誰就有你的問題啊 哇 我是想說那個節目更好看 阿伯你錯了嗎 不要找他小廚 對 它是用玻璃杯 它就是在那餐廳 它是一杯一杯玻璃的 玻璃杯 它是死了 沒關係啦 我要倒出來給大家看 好 我們剛才這樣子 鬼孤神豪之後 我們焦場已經涼了 我們就把它倒下來 主廚一定就這樣啦 每一鍋每一鍋都這樣子倒 這個焦場真的就是平鋪就好 因為它其實是 蠻重口的 所以 不用太多 好 那稍微放一下 好我們做好的焦糖呢 一樣放在冷凍 讓它快速成形 我們就可以來做布丁葉囉 首先呢 把一半的牛奶 放在加熱鍋子裡面 好 那一半放在你的這個煮鍋裡面 就是你等一下的攪拌鍋 好 現在也是鮮奶油 你會發現兩個食譜 都有鮮奶油 很多人會說 你為什麼有鮮奶油嗎 怎麼沒有奶味 我當時第一次布丁就被人家挑戰 那布丁不是只要用牛奶嗎 我們身邊有買不到鮮奶油 大師都用了 你還在做不用鮮奶油做的布丁嗎 那 impossible 好來 下囉 你看 這不是我自己發明的嘛 日本的大師 法國的大師 都是有加鮮奶油 那你還要我怎樣呢 好 謝謝 抱怨完畢 好 糖 對不起 大師對不起 糖 我們布丁葉呢 有一個秘密武器 也是我們節目很少出現的東西 也是我們尚佛索皮A大師的堅持 就是它的布丁裡面加的不是香草筋 而是 香草夾 這兩個有點極端耶 欸 這就是 欸 這我也不知為何喔 但說不定他們的食譜各有自己的比例跟精妙之處嘛 從中間把它剖開 啊不要把它整根切斷喔 從中間把它扒開 你看 你看裡面滿滿的香草質 所以我們就用刀背 你把他看到 Bravo 我們是把這個東西取出來 它這個分量是用一根喔 讓大家拆一下這一根香草籽 這樣台灣的烘焙房賣多少錢 這 一百 一百二 這一罐 九十 這罐可以用十年 這個用一次 你自己 好 皮A勝出 欸還沒 我們出一碗香草夾之後 就開火煮它啊 煮到旁邊一樣冒小泡 我們一般牛奶這個只要加蛋黃就好了 你看 這又不一樣了 甜春的它有蛋白 它這個是純蛋黃 好舒服喔 打散蛋蛋 好來 我剛才是主廚上身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出來 就是不講話很認真 沒有看出來喔 可惡 我以為你只是野面神經思念 去死 去死 好這段時間啊 我們那個固定液已經加了完整 旁邊冒小花就可以停火 這個時候就把它倒進來這個煮鍋 好 那我們剛才有說 為什麼它這個食譜要分一半一半 就是這個用意 因為這跟我在做卡斯達一樣 我是不是牛奶都習慣分一半一半 把熱的東西沖進來 這一鍋比較不會怎麼樣 變成蛋花湯嘛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它也是一樣的道理 它取了一般的牛奶 跟蛋黃先混勻 它就不怕你這個東西倒進來之後 你可能一時晃成 它下面就開始結塊 你看香草籽 後面 後面好了 我們布丁也攪拌完成 還是要過篩 才可以入這個焦糖杯 太高了 太高了 辣 好接下來就要入模囉 好我們也是一樣 八分滿九分就好了 不要貪心 做冷不要消湯 好 只能做四杯 我的布丁 比較大杯 好 那就先這樣吧 好那我們呢 上面的浮沫 你就用保鮮膜 或者是湯水把它烙掉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烤箱 剛剛那一個 停烤是160度40分鐘 這一個是90度 兩個半小時 90度兩個半小時 你的電池 自己要小心 那我們就即刻烘烤 好兩位星期主廚的世紀大罪姊 即將臨以來的尾聲 我們已經烤好了 也放涼了一天了 我們首先來到的是 上逢手皮A 鹽汁花椒糖奶油布丁 下 下 哦 哦 哦 原木腦好可愛 好 上逢手皮A 有一種 很多東西 積在 積了很久很多天 然後出來的那種感覺 對 好 謝謝P 什麼東西 就是 還有購物欲望啊 好久沒有消費 突然就大雪拼 好那我們 要來拖田春浩的布丁 因為它下面焦糖還是會有點黏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準備一盆 就是溫熱的水 稍微泡一下 或者是用熱毛巾稍微敷一下 好 就這樣子喔 不用怕 真的不用怕 再來看起來很怕 又會甜 甜春浩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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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在這邊投下神聖的一票 欸 嚕嚕不用做效果喔 嚕嚕 嚕嚕 會不會也要不然做喔 怎樣 我要牽下去就很紮實 對 因為它就是有一些成分在 還沒吃耶 甜春 我先吃甜春的 甜春很結實喔 甜春 甜春好濃喔 這還有甜鹹的耶 欸 因為它叫了鹽之花 答案太明顯了 答案很明顯喔 真的假的 我們等一下會訪問評審喔 我覺得會一面倒 真的假的 我們等一下會訪問評審欸 會一面倒 怎麼可能 LULU你不要 好你們不要給我看你們剩下什麼球喔 我 我要投什麼 藏起來 好緊張喔 我好緊張 那我想要先看你手上那顆球是什麼 你剩下哪顆 這麼殘酷喔 剩下的是 甜春 對你頭上的 我比較喜歡上的 口感 我自己本身喜歡吃嫩布丁啦 我覺得甜春的食譜 我覺得 好歸好 但我覺得它的奶味跟口感都 比較硬 已經快接近昭和硬布丁的那種口感了 它比較容易對我來說容易膩 上逢手它是比較有變化 它這個是鹹甜膠汁 我覺得皮椰它這一個真的是 別出新材的食譜 它是有一個變化啦 它是比較線性 可是它有變化 它是鹹味、苦味、奶味 一直在你嘴巴轉 好 那我們來公布答案 那到底 拿那個 吹了這麼多皮椰的食譜 我們的 答案會是 誰 榮獲今天的甜點爭霸賽的冠軍呢 1 2 3 發出來 誰 真的 這一面倒耶 台日友好被毀了 台日友好被毀了 台日友好 太明顯了 那真的要說是你的問題 什麼的問題 那是什麼問題 我們應該口感比較 被那個軟嫩布丁養壞的 我們還喜歡吃嫩的 對 可是它這個真的很嫩耶 它90度烤兩個半小時耶 哇好嫩啊 它那個直接 它口味溫和溫和 對 我覺得鹽汁的話真的是下得很棒 因為苦味中間的鹽味一上來 苦味會被打散 有點雲開越敏感 這個真的很好吃耶 它比較甜 但這個就是你 它飯後甜點 我們法餐最後是這個布丁 我覺得超 你看這樣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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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所以一身最高要換人了 沒有 那不要這樣 但一身最高是指他自己 一身做出來最高的布丁 並不是世界最好的布丁 我們不要 是不是世界最好見仁見智啊 我在當的是見仁見智啊 就說你無人喜歡 很喜歡這個滷味再厚重一點 因為它是加了煉乳 跟Cream Cheese 我覺得它滷味真的很重 但是我覺得 皮葉的食譜是 因為它的焦糖變化太多 然後它的口感又是我們剛好喜歡的軟嫩的口感 比較符合我們厭世團隊的喜好 我們這個對決是有意義的嘛 你除了做甜醋號或一身最高 你又得到了一個皮A的食譜 這個請大家做做看 非常好吃 雖然說焦糖有點難煮好不好 厭世天天每個禮拜是每個禮拜天 跟著我們下次再做囉 Bye Bye 要這樣 要這樣知道嗎 我的 我的武功秘笈 鮭鮭鮭蛋 它會香了 欸這個可以放在大鷹博物館嗎 這不是大鷹 沒有很陰險的鷹 大鷹博物館